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欧阳老师不希望大家呢 垂头丧气 悲观难过 其实呢 我们要面向阳光啊 换个角度 面向阳光来看待 那请问呢 一天涨 一天跌 一天涨 一天跌 这不也是一种节奏吗 那这个节奏呢 你要在涨的时候买 跌的时候杀 涨的时候追 跌的时候停损 不对嘛 反过来 跌的时候接 买 进场 涨的时候呢 丢 卖 获利出场 这样不就调整过来了吗 所以也许我讲的这一段话 它不能完全的告诉你操作的细节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的确 因为这只是一个大方向 可是凡是你要先从心态的转变开始做起 哀声叹气说 台股根本就很弱 涨不动啦 美股在涨我们也跟不上 你看人家美国谈到哪里了 道琼上月线了 台股上不了月线 人家美国企业财报也涨 人家调降财测的也涨 台湾呢 当然有些人会选择这样去埋怨这个行情 如果埋怨多几句 骂大声一点 可以因此让股价变猛 财富变多 那鼓励大家多骂几句 可是如果无济于事 不会因此变有钱 我们不如面向阳光来想想看 在这个节奏之下 你该做什么调整 所以其实温老师常跟大家讲 多空双向配对 还有呢 你把波段报酬率 转换为高胜率的小段价差来做累积 那刚才讲到了 其实道琼指数上月线 那回头看台股 现在跟美国股市道琼指数比起来 我们是低位阶 因为月线大概在13500点 那我们现在是在万山附近保卫站 那如果美股能够站稳月线 那台股呢 跟进的机会就会增加 不是说这个两个相关的股市 在所谓的联动上面是 每一天一步一趋 我想这个必须让有一些 比较年轻的投资朋友知道 我们讲呢 美股台股高度联动 不是每天要涨像一模一样 而是在趋势上它会跟进 那有时候会可能呈现了相对领先 相对落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美股如果真的要跟台股来做联动 倒不是道琼指数嘛 道琼以传产为主 那应该看的是一个叫做纳斯达克指数 另外一个呢 则是相关系数联动性最高的 就是呢 废城半导体指数 我把它打出来 那废城半导体指数 当然就牵动了台股的这个 像是台积电这些呢 半导体的重症 半导体的族群 那废半目前呢 也尝试要来挑战月线 不过还没有站上 那我觉得啦 从刚刚所讲的 其实道琼过了月线 那甚至科技股的纳斯达克也过月线 那台股在短线上面 事实上是应该要有这个机会来挑战月线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跟上去呢 原因就在于市场传出 预计这个星期五 美国呢 会推出新的一波 针对中国的半导体禁令 那是不是的确就在本周五 以及呢 这个内容是什么 管制制裁的措施有多严格 牵涉的范围有多广 在没有确定之前 市场买盘会担心 会惯望 所以半导体股就会比较被压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美股来讲的话呢 费半是还没有回月线的 那台股当然这边就要稍微也要再 可能蹲一下 忍耐一下 不过我觉得 如果这个禁令真的在这个周末 能够呢 确定出来的话 哪怕 哪怕它是一个可能制裁更严厉的措施 但我觉得至少就有机会让台湾的半导体股 在下周形成一个短线的利空出境 然后带动了科技股 带动台股大盘指数去做出反弹 往目标月线来看 所以这边来说 大家其实就稍微放宽心 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 就等这个消息来去做反应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东西 因为呢 最近有一些投资朋友问魏亮老师 今年最爱台股的投信 为什么连续三天转卖超 一天卖的比一天多 投信原本天天都在买啊 那投信是为何而买 又为何转卖呢 其实这当中有一个关键 在这里 0056 0056也就是呢 元大高股息ETF 大家都听过这一档 国民ETF 那为什么我说投信的卖超 跟0056有绝大的关系 好 我先让各位看 投信这三天转为卖超 那它到底卖了什么股票 好 那我们请呢 把镜头拉近给大家看 这些股票名称 魏亮老师快速念一下 一些主要的个股 投信卖超像台尼 人保 伟创 雅尼 联电 合硕 英业达 阳明 广达 中宏 中钢 光宝 科等等 好 那我主要已经念了呢 卖超的12档个股了 好 那这12档个股 跟0056的主要持股来讲 它完全是重叠的 好 注意了吗 它完全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呢 投信在卖哪些股票 这三天它根本就是在卖 0056的持股 那为什么呢 因为0056它今天除息 配发2.1元的现金股利 好 那这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会开始去认真思考 我如果放了很久的0056 要不要参加这一次的除息 会吧 你面临除息前 个股你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ETF呢 你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主要的考量点是什么 如果我抱着0056除息 有没有可能领到了股息 却赔上价差 就今年的情况来说 0056的跌幅超过两成 是它成立以来 单年度第二大的跌幅 那再加上今年的整个行情 是偏空 所以呢 0056今年除息之后 也许先往下贴息的这种风险 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如果先卖一趟 我不要领袭喔 2.1元的现金股利 我不要了 我今年不要了 我等它下来我再接 这会不会是一个 投资人可以考虑的策略 那的确有很多人 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 包含外资 所以我们看外资不断的卖超 0056 那其实如果从年初来讲 大概过去这一年 0056相当受到大家欢迎 受益人数大幅成长 来到81.5万人 创历史新高 规模呢 也来到了1591亿元 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很多人买了 可是呢 都被套了 看到呢 今年以来股价是破低的 所以呢 干脆就是不要领席 下来我再接 那因为在考量 其实历年来 0056填席的状况 也不是说非常好 平均是要73天 最慢的话 可能会耗到159天 所以当投资人 在0056除息前三天 开始卖出的时候 那投信呢 他就必须被动 也是被迫的 卖出0056持股 所以造成了近三天 投信对整个台股 是卖超的 那主要卖超的个股 就都是0056的核心持股 这个就是我刚刚 已经解释过的 好 那其实 今年的行情 当然 很多投资朋友 是很愿意去调整心态 去改变策略的 就以刚刚所讲的 0056来说 以前可以说是 存股族的最爱 那存股呢 就是买买买 然后一路报 放着等领袭 以前大家 大家可能不会花心思去想 存股的标的 我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 挑选时机 适度的呢 降低部位 或做点价差 你看0056是这样 那其实今年金融股 如果年初 有看威尔老师节目 有听进去的人 你针对国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玉山金 你逢高先卖的人 其实基本上跌到这边 已经变便宜了 那其实你如果在这里 你用原本减码的钱 你可能可以呢 一张换两张回来 你就可以买回来了 赚到价差 所以很多策略 你要因时而异 那同样套牢的股票 是不是也要因时而异 因为也有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还是呢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突破 那时候我解套再卖 不然现在卖 好痛哦 舍不得 好 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 要看你被套牢的是什么股票 如果你所持有的股票 是成长股 是长期的 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 产业龙头股 那你愿意用时间去等待 我觉得可以 比如说台积电 不论你套牢600 500 我认为可以等 它会回来 但假如你被套牢的股票 是以下这两种 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 盲目的以为 用时间等待就能解决问题 第一种叫做呢 衰退的投机股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假设 你在1000元以上 买进了宏达店 好了 不要讲1000啦 你买在600好了 你买在500好了 你买在300好了 请问 你已经花了10年的时间等待 有因此解套吗 现在宏达店在50块钱 有多少人曾经买在 三位数 100元以上宏达店 那你花了10年的时间 却得不到解套 因为它就是一个 衰退的投机股 那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头 人的一辈子有几个10年 那这笔钱也许跟你当初所投入进去的成本比起来 很多人说 那只剩下一点点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 它更值得你认真思考 怎么样发挥它的价值 你要把这些钱放在对的地方 如果在这10年漫长的等待里面 你早一天觉悟了 也许五年前你就觉悟了 你把它放到对的地方去 这五年下来 是不是 你可能已经让这笔钱又增长了 虽然还没有办法回到1000 但是也可能从50 变成200 变成300 至少是一个明显的改善 所以投机的业绩衰退股 不能浪费时间去等待 第二种叫做景气循环股 比方说呢 这里我也举一个被动元件回例子 这个就是标准景气循环 国具或华星科 你在上一次景气高峰隆景的时候 追进去被套牢 一等等了四年 也没办法解套 那你说老师 景气循环股不就是有好有坏 有坏以后也会变好 对 没有错 但问题是 你看过往历史 华星科国具这些被动元件 它以前就算好的时候 它也不会是 涨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因为呢 剪道枪暴涨 后面就暴跌 什么叫做剪道枪 就是产业可以说是数十年 或者说此生 唯一一次看到这种爆发式的隆景 它已经摆脱掉那种正常的循环了 而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那厂商狂赚 狂赚了那两年黄金时期 你是老板 你是大股东 你创业耕耘30年 这辈子终于有这两年的龙景 你会干嘛 趁这个机会点 赶快卖股票 大赚一波 因为你知道 以前30年来 这个产业没这么好过 未来30年 也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情况了 这个就是产业 它特殊的龙景 它一定卖股票 而且卖完这一次股票 够它三辈子花不完 以后谁想要去拉 谁想要去做多 没有必要了 大股东全部赚宝宝 赚到撑翻了 那讲完被动元件 你想到了什么产业 以前30年没有这么好过 未来30年也不会这么好过 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货柜航运 他们在2020 2021年赚的钱 超过它创业以来 所有历史上加总的总获利 你听到吗 赚二三十年 抵不过两到三年赚钱来加总 这叫做货柜航运 所以长龙 扬明 万海 反贪 你高兴一下就好 不要乱追 更不要贪贫 那这里呢 还是要小心应对 所以股票 该怎么做 唯有呢 你改变了心态 改变了策略 才能够有可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 要告别坐以待毙 想要解套求生 欢迎你来找未良老师 我很乐意呢 帮助大家 带领大家 你可以直接在广告时间来电询问 或加入我们LINE 我们在私下进一步来私讯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好 刚刚聊到 最近的盘势呢 一下红 一下黑 一下涨 一下跌 怎么办呢 把这种 消极悲观的想法 转化为正面积极的行动 其实呢 今年你要说 因为亏损了 所以我要一口气 赶快补回来 我要找一个标股 重压它 然后希望它一口气 狂涨个五成 这样我才能够 补回我的损失 其实你越是这样想 那种赌徒式的念头 盘踞在你脑海里的时候 你越容易做出错误的行为 反而伤害会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那要怎么做呢 跟着未良老师 一小段 一小段来 一小坡 一小坡 五到八%就好 以前我讲五到八% 你可能 笑得要翻过去了 笑死 专业老师 你到底专不专业 五%到八% 我随便闭着眼睛都赢你啦 这种冷言冷语 我讲老师 听一辈子了 真的是无感 那我跟各位讲 现在全国会跟各位说 赚五到八%的 除了我 我不晓得 也许也没有第二个人 那我是从一个 务实的角度告诉各位 什么时候 什么格局 做什么动作 我曾经提过 塞车的时候 你在炫耀 你有一台超跑 蓝宝尖 你也没用 我不如骑着我的小绵羊 autobuy 车阵里面 钻一钻 我还比较容易到目的地 你那台千万超跑 停在那边 那个是要呢 风和日丽 车少的时候 上赛道 上高速公路 你才能够展现你的性能 如果真的有那种车况 前面呢 哇 笔直的道路都没车 你有超跑我也有啊 但现在适合骑小绵羊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们 是不是跟各位讲 积少成多的概念 宜特 错杀之后 抄底 赚最甜的一段 直接拔挡获利出勤 不用讲长篇大论 基本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要你放一个月 连一个礼拜都不到 两天我就走了 立刻赚到 钱收回来 是不是还有下一档 精锐 来回操作 这一波 两天走人 快闪一波 全有 隔日冲 8% 根本不用烦恼 你说这个礼拜 美国半导体有没有新的禁令 那美股呢 会不会破低 跟它都没关 跟我们要赚8%也没关 中国GDP到底好不好看 跟我们无关 瑞幸会不会倒 欧债会不会有危机 跟我们无关 赚了8%我就跑 什么我都不怕 8冠 赚了我就跑 那这些个股 我们来看嘛 宜特 这是今天的走势 出掉以后 它是不是拉回 我不是要跟你炫耀说 你看我们 我们卖掉 股票就大跌 怎么样 它也没有大跌 但基本上 它有拉回 对我来说呢 你知道吗 卖完之后的人 都是什么心态 我看着你跌 你跌越多 我觉得越美丽 我觉得越开心 因为投信没有跑 因为它的基本面 故事还在 题材还没反应完 那拉回 我当然就想要呢 找机会再买 那我有没有可能 再赚一次5到8% 甚至10几% 有机会啊 我们看 金瑞也在整理 那刚才讲 乔山 泉友 都有一些呢 转弱 拉回整理 除了呢 8冠就继续涨 那表示我们选股也很好啊 那继续涨 那我们就不追了 我们就不追了 那股票这么多 我不需要呢 带家族朋友 去赌说 8冠连涨了几天之后 明天还能不能创高 明天其他 还能5到8% 我很简单的逻辑嘛 我钱收回来了 不是账上的数字 获利已经扎扎实实的 入你的银行账户 接下来 我们再买下一档 那你的钱 就不会卡住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 系统性风险 美国稳不稳 中国强不强欧洲烂不烂 你不用担心这些 那你也不需要说 这个让钱闲置在那边 没有办法创造呢 赚钱的效益生产力 因为你可以不断的复利 一档换一档 就很有效率 好 那今天呢 1736乔3 我们是先减满一半 那也是呢 很快又赚到8% 那你看 其实乔3 他不就是 在一个区间 反复的震荡 那会做跟不会做 差别就在这里嘛 如果你 只有追高 下来呢 就觉得套牢 哀声叹气 那你就赚不到钱 如果呢 你如果呢 就算逢低买 但是上去你也不跑 那来来回回 其实一直在成本附近晃 但是呢 做个两次三次 一下子二位数报酬率 是不是就有机会达正了 所以如果你认同 慰安老师的想法 那我要告诉各位 唯有你亲自跟上行动 跨出第一步 哪怕只从一笔操作开始 你会感受得到 其实呢 只要跟上我们家族 多空速配 你会觉得这个行情 你再也不怕了 欢迎大家呢 想要了解 进一步的多空速配计划 直接来电询问 或者是私讯 用LINE 跟我们做个讨论洽询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